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oto 最近很多人問 TT-7 應該有甚麼懈悔 我想回答他們 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不同的車手 不同的荷包 不同的要求 答案都不一樣 今天我們有四個不同的型號 在這裡 可以有兩個不同種類的車手 來試一試 可能他們會給我們一些答案 讓我來吧 好 那我們首先現在試TGT在飄移有甚麼表現 因為我都是用開TGT的家 這個算是一個 做一個基本的比較 試完這個之後再看看 其他看門和這個有甚麼明顯的不同 我自己都是用開TGT去玩飄移那些 其實我覺得以這個馬達的速度來說 其實我看到TGT的反應是挺快的 再加上它始終是設計給TGT 它有多一個馬達去模擬路感 整件事是挺實在的 即是糖太還會跟你搶 搶得很厲害 在GT Fury就要不斷控制它 就不要反過多態 好 那我們現在試的是TGT第一代的頭一輩 那我在家都是用這套牌的 以前就是用G29 之後升級了去TGT 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的震動 即是它一推頭 或者是開始鎖 它都會有些震動的反應 它會給你多一點反應 然後就是跟G29是不好的 這樣控制會比較具體質 它的確實是更具體質 可以更具體質 這樣就會開得比較具體質 可以看到我 轉為TGT2來試 我也是第一天試 但可能我們現在的車的設定和遊戲的設定 是和剛才TGT1一模一樣的 我用的力度是5 中央的敏感度是7 但一拿上手已經感覺到 阻力是低了 感覺如果難聽一點 它是沒有那麼細節 但就滑稠了 但我沒有那麼需要和它鬥力 其實在飄移來說 它滑稠了一堂軟 就變成我去做擋軟 或者去中間彎中的微調 我是沒有那麼辛苦 而且出來的動態會更順暢 所以對飄移來說 TGT2 反而會得心令手一點 我會說 因為我開始飄移的動態開始 它就會反彈 那一刻是很明顯的 而TGT1在相同的設定 它第一刻會分兩段才能給到動力 那這個就滑稠一點 而且在脫鏡的時候 TGT1會跟你鬥力 好像有一種推頭推頭 然後要你咬直的感覺 在這裡是沒有的 最起碼跟TGT1 拿上手 雖然它有硬件 或者它 波打的出力 配置 跟初來沒有分別 但是它在電子 的 控制方面 感覺到它的力度真的有不同 我不敢說這個 是不是真的一個改善 但是最低限度 在飄移來說 整件事是 相對TGT1是貼近真實的 因為真實 我們在飄移的時候 其實唐太的力度是 露面帶去太盆 相對地都是Smooth的 很少說會一格格 除非可能 隔地不是很平 或者有些東西頂住 我們在GT現在模擬這個環境 如果唐太Smooth了 理論上就是 會刺回真車飄移 相對地去做Transition 或者刺進的時候 都會爽快一點點 如果本身就要 跟它鬥力 所以如果你們是 玩飄移的話 可能買TGT2 會比TGT1更好 好 我們現在試TGT2的軌盤 這個軌盤 我之前日常比賽都用過 在GT Sport 看看它的分別 和TGT有什麼分別 原來是Turn-in的反應快 我覺得很直接 我覺得 變成了 一走那一刻 都會走得快 一領完Initial Turn-in之後 它是很Smooth的 比TGT更好 但是我感覺 它的震動 好像比TGT少了 我個人覺得 TGT2的路感比TGT1 是差一點點 好像過濾了一些 有一點反應 我喜歡它 轉進去後 滑成的感覺 不錯 但我 比較喜歡TGT1的路感 比較多 即是它的反應更多 也更豐富 我個人覺得 不過總括來說 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們就是G923 我以前也是Logica的用家 我使用GT Force Pro 然後就跳上G27 然後再跳上G29 這個G923 駕駛上去 已經知道是比較入門的軚盤 不論力度也好 Information也好 都絕對是比TGT少 是比較少的 我覺得它的Information也挺快 但是有少許過快 但是它在車子脫下 那時候 它比TGT2更夠 我覺得 比較容易 適合更快 因為它反應 沒有TGT2的反應 那麼快 而它 因為它比較小力 的關係 它 In-game的 FORCE FED 都要調高一點 它也有點震動 但是它這樣駕駛 就是它一直路上會震動 震動 震動的軚盤很散 有點不安感 好像隨時會壞 不過總統來說 它是 應該入門不錯的軚盤 我覺得 好 剛剛試了TGT1和2 現在就 跌了一級 去試回Logitech 始終它們 就算官方的定位也好 Logitech 它們自己對這個軚盤的定位 都是 不是跟TGT比 是跟T38以下比 甚至連T38 都是高距的 這個軚盤的 這個始終是在走 齒輪 馬達 所有的東西 俗稱是玩具 這個一定是 不會有人質疑的 但是 現在我們主要去試它 因為始終我沒有試過G923 玩GT7挑戰 試試它究竟 夠不夠玩 還是玩試一年 玩也oret почему 玩也不來 玩都玩不到 始终反打的速度真的无法说 真的要重新习惯一次 他也未至于同样的动作 他不是做不到的 但例如最明显的一些 我给了油下去 开始压尾 所以他会反弹 他一定会反弹很慢 有时撞不合就会反弹 有时撞不合就会反弹 或者会反弹 但有件事一定要讲一讲 每一次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Frustmaster的脚踏 其实真的太过轻 如果讲玩具感 其实Logite的脚踏 比起Frustmaster 只不过是 可能其他整体都比较差 但Frustmaster就 龙头蛇尾 看你 背景好 但是脚踏就迫你升级 可能升TLCM 所以如果比较上来 這個用來掛手印其實都不夠用 只不過是玩音響的原理 當你升級之後 你就會覺得這個ViewBase的反應真的偏慢 真的要幫它鬥多幾手 才能做到一模一樣的動作 而且我不是很喜歡它的阻力 有時候我扭完 無論是我扭去一個彎 或是我回回的時候 它都好像有一個damp power force 會減慢軚盤的速度 就算我回回直檔軚 那一刻它都會偏慢 我會覺得如果Logiteb G29也好 G923也好 它始終所有東西都是簡單一點 如果你是純粹是一個 接觸這個遊戲 不久過了手印的話 其實都不是那麼差 但你說去到玩飄移 飄移的角度來說 那個態度的反應真的很 就算是取決了整個動態 這件事會令到我們手忙腳亂多很多 所以你玩飄移的話 有一個回軚速度快一點的軚盤 就一定是好一點的 你見到我經常都滾動 原因就是 始終真的有這個分別 穩定度會受影響 也不是說它玩不到的 公道一點說 就需要時間適應 好 現在正在試這個DDPO 其實Direct Driver我也是有玩過的 在PC、DN、Acetyl Corsa等 有玩過 GD7和DDPO這個組合 真的是第一次 現在設定到5度Force和5度Sensitivity 直接試一次 同樣都是這個組合 Dip Forest Direct Driver 我現在試到就這樣試 已經覺得 它的反態速度真的差很遠 我覺得 可能剛剛玩完Logitech 這樣做對比 但是 就算對比這個TGT 現在只在開這個5度 它的反態速度也是很快 我覺得應該還未超過5N 但是 它的反應是很好 可能現在不是太大力了 就不肯定 不要有Boost Case 但是 它真的 單一個馬達去做輸出 而Fast Master 是多一個馬達去給予 feedback 給予路感或震動力 這裏上駁 沒有TGT那些 那麼豐富 豐富的意思是 TGT那些 會震到連你整個車架 都會感覺到那個駁 那個震動 現在這裏就是 細緻的 都精準的 就是絕對 那個 細緻程度 我會說 可能 跟TGT 同級甚至好一點 但是未去到兩個level 但是反態呢 反態速度 或者那個 力度 有時時大時小 那種 才像回 真車的感覺 再加上 其實有些人 不太喜歡這個 橡膠的盆面 但是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挺好感覺 就是 又不會擅長手 而且都挺好駕 如果自己用的話 都不錯 不會有些奇怪的地方 你要跟它鬥力 就是我一丟完軚 然後它就會幫我反 當我 再加上油 的時候 唐軚就開始 投胎 找到Grip 它開始就不同 我鬥力了 其實真車也是這樣 這些位置 縮手給它搏 它就好 縮手給它搏 是萬中期待的 是萬中期待的 Vanatec D-D Pro 那 那 那 為什麼在這裡頂呢 是一個 完全 完全 完全是不同的感覺 因為我沒有駕駛 因為我沒有駕駛過 Direct Drive 一領 它所有東西都來得很 Direct 還有 它的路面感都做得非常好 它好像 TGT 而沒有了 那些細緻 它有在這裡 它有在這裡 我用來駕駛駛駛 我覺得很實在的感覺 它 亦都跟TGT 一樣 它是有些 有些震動的 但是 它震的位置 它跟TGT 有些不同 還有 它的力度也有些不同 它的震動 好像是柔柔一點的震動 但是它完全 是給了你需要的資訊 給你 駕駛得很放心 它的聲音什麼時候掉 你要知道 它什麼時候 它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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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是真的 很快的 但整體來說 我 很喜歡這個震動 或者 可以考慮入手 它的震動 其實是CSI 四隻軌盤 我想我和你的想法都一樣 一定要選一隻 DDPO DDPO 但是DDPO 如果習慣了之後 你覺得會快嗎 我覺得習慣了 可能比TGT快 而且它們很直接 跟你的手 反應 我自己就飄移 這個DDPO 它的反應速度是10級 TGT可能是8.5-9 然後Logitech就再低一點 Logitech大概 至終它的定位 不是那樣 它的定位是入門桌盤 例如對於一些 剛開始玩 它們不是過家都那麼闊 擺到桌盤 可能夾書桌 或者好像我以前 小仔那樣夾著一張椅子 我以前也是 逐一張座 這些反而是剛剛好 不會太過硬碟 但又可以享受到 轉壓波 飛車的樂趣 TGT1和TGT2 我覺得 你不可以說它是很大的進步 但是它們是 嘗試做一些事情 去改善到 有一個軌感 但這是一個進步 還是退步 很難說 即是不同人 可能有不同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飄移是很嚴重的 但是 Varian是否喜歡 我比較喜歡TGT1 我比較喜歡TGT1 曾經傳聞過 就是這個 First Master 和Logitech 都會推出 Direct Drive 到時這三間廠 如果大家都推出 Direct Drive 可能這個對決 就更公平 到時就要再試過 對 我們有機會 再不負責任地 主觀地去試用一下 給大家聽聽 聽完他們分享 這個軌盤不錯 不如買這個 其實坊間這兩個牌子 刊貨的代理 都已經沒有貨 因為GT7一推出 已經令到整行整市 掃了 所以要等 大家看到貨很流 好訂 除此之外 兩個牌子以外 香港是沒有Fanatech的代理 但可以去Fanatech的官網 可以訂到這個DDPRO 來貨到運輸 可能一兩個月左右 所以今天聽完他們的分享 我們就拍了這條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所以我們ZChallenger GTZ 會繼續做多些不同的影片給大家 記得留意我們YouTube頻道 ZChallenger 最重要是CLS 我們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GT7影片 會推出 這次就這樣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